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凭借着一个吃黄桃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一下 该视频也是被众读网友相继转发 视频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就收获了几十万的点赞和二十多万的转发评论 视频中啊 风小义头戴白色迷路帽子 显得非常可爱 只见她拿起罐头 然后用一个沉浸式夹子音喊着 吃个桃桃 吃到嘴里又说 好甜甜呀 看到这里是不是还以为这是一个女网红呢 如果是女网红的话也就那样了 最多呀 只会被骂一句做作 但这个风小义恰恰恰是个男的 也正是因为她与自身性别不符的穿着和音调 才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关注 他们在看过该视频以后啊 引发了极度不适和反感 直言 短短几秒钟需要用一声去治愈 还有些没看过的网友好奇搜索看了 这看完之后啊 说自己差点把手机给砸了 实在是无法接受 更多的网友在视频下方是这么评论的 我何德何能能刷到你呀 小小抖音竟有如此人才 我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缺德事啊 因为一边倒的谩骂 越来越多的网友转发她的视频 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骂她 也确实 一个男人比女人还女人 衣服娇滴滴小姑娘模样 非得用娘娘的语气说话般可爱 着实让人为你翻江倒海呀 正常人看了谁能受得了啊 但是她因为挨骂而热度不断升温 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好在抖音官方重拳出击 以这些恶劣表现为理由将其封禁 封小义虽然后来也一直在努力见小号来继续发视频 但是抖音却仍然秉持着赶尽杀绝的原则 所以封小义很快便转换风格 并且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平台 但是网络事迹的节奏是很快的 人们很快就忘记了她 眼看着流量断崖式下跌 这封小义是愈发极端 甚至剑走偏锋 直接就穿上了女装 吊带 旗袍等服装 想尽办法找回曾经的谩马生 最终都没能收获结果 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 虽然不少的网红都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 吸引了很多粉丝 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度 一旦迈过了这个界限 那么不仅不招人喜欢 反而会显得面容猙獰啊 而因为形象作风受到炮轰的男生 并不止封小义一人 刘子晨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他是1996年12月1号出生 常在微博和脸书 PO出各种自拍照 需要自己就是有钱做全脸整形 而且表现得十分浮夸卖弄 高调作风往往以来网友炮轰 没想到这一骂就骂出了高度 骂出了风采呀 2015年10月刘子晨又在微博公开童年照片 宣称从来没有整形或者微整形 强调从小到大都是纯天然 再度被不少网友狠酸 简直睁眼说瞎话 无论他怎么辩解 网友对于这个嘴硬整容狂膜 也从来都不嘴软 而刘子晨也是因为其浮夸卖弄的表现 被网友们惯为蛇精男 如果说呀 刘子晨还属于想要变得好看 但是因为审美而显得特别怪异的话 那么快手网红陈山就可以说是丑出一片天的了 陈山出生于1993年 祖籍是广东梅州 长得丑被人送外星人称号 当时在快手发布了大量的视频 各种豪车和美女陪伴 但是他的爆牙和变形的脸庞 一看就让人倒胃口 简直就是丑出天际呀 网友们也都吐槽陈山是史上最丑的富二代 但事实是 陈山并不是网传的富二代 反而从小家境就不好 变成现在这非样子也是因为生病了 日常直播中的表现都是他团队的包装 而直播时 他的内容也主要是以炫富 勾得美女等低俗内容为主 一个长得丑的富二代 模型的笑容配合着迷你的身高 也许是特殊的长相 与包装出来的经济水平差距过大 让不少网友有了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忍不住对他指指点点 借着这股浪潮陈山名气大涨 也成为了比较出名的大网红 但是成名之后 当陈山真正赚到足够多的钞票之后 整个人的自信心就开始膨胀 为人不再低调 直播的时候满嘴脏话 慢慢的口碑就变差了 但是因为是找骂为主题 所以在他这样的操作下 人气依旧比绝大部分 认认真真直播的网红还要火 好在随着网络的整改 陈山也因为出口成脏 强调炫富这些低俗低质量的内容 而被彻底的封杀 而在网络上彻底消失的低俗网红 也并不只有他一个 就有一个自称为深圳的超级网红的西红图 经常穿着性感和暴露的 奇装异服行走在大街上 然后摆出怪异的姿势 让路人围观 男人扫起来也没女人什么事了 辣眼尖程度啊 不知道甩出蛇精男刘子成多少条街 大胆的做法让很多女人都要自愧不如 钢铁般的直男都要被他掰弯 不过依旧有一部分网友 对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感到反感 到底是群众们拿不动刀了 还是我们的眼光变高了 但不要因此小看了他 毕竟人家在微博上 还有18177个粉丝 甚至还有真粉丝 并且拥护他 说这叫行为艺术 不懂就不要瞎说 然而就在网友和外界都骂他神经病的时候 西红土却被网友发现 他经常热心的做慈善 自己身体力行去购买物资 然后到老人社区陪他们聊天 给他们捶背 不过去做慈善的时候 西红土的装扮稍微收敛了一点 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很多网红在成名后 做慈善都只是走个流程套路而已 而西红土却是身体力行的做慈善 大概这才是那些真粉丝 留下来拥护他的理由吧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 每天都在诞生各种各样的网红 如今活跃的大多数网红 有的凭借好看的容貌 有的凭借好听的声音 当然也有人剑走偏锋 凭借自己丑的模样走红网络 嘟嘟姐就是一个 视频中笑起来的嘟嘟姐顶着一口大爆牙 眼睛密成一条缝 整个五官都与常人所不同 甚至有人把他和陈山一起称为外星人 而就是这样丑弱蛤蟆的外貌 让他有了不少的粉丝 但是让他真正爆红网络的 却是他的模型歌声 视频里嘟嘟姐张着让人恐惧的大嘴 唱着卖萌歌曲嘴巴嘟嘟 也正是这种反差的感觉 让很多的网友都捧腹大笑 纷纷开始关注他的其他作品 但是这种新奇来得快去得也快 走红不久后他就被人举报了 说他故意伴丑 其实真正的样子还是很漂亮的 靠丑言和滤镜维持他那奇特的样子 其实真人并没有那么的丑 这样的欺骗 网友们怎么能容忍呢 在众人的举报下 曾经风靡一时的嘟嘟姐 没过多久就被封杀了 但说起现在的网红 真的越来越不容小觑了 很多网红都从网络上 到了电视综艺甚至电视剧 而在这其中 快手网红Gio哥 则就是最让人瞩目的之一 Gio哥 快手网红红人 ID 黑毛警长Gio哥 真名 斩亚鹏 河南人 最早的凭借2017年的一条土味视频 在网络上爆红 凭借一句 EgivoliGioGio的魔性口头禅 虽然也因为过于土味 和日常直播中的口无遮拦 遭到了很多的攻击 但是他的Gio家军 也总会主动地维护他 视频中的Gio哥 身上有着一种 自带的感染人的气质 相信很多朋友 每次自己喊出 EgivoliGioGio的时候 也是像Gio哥一样 深思力竭 壮若癫狂 肢体随着每个字节的众音摇摆 手部动作像无师自通一样 胡乱飞舞 Gio哥因其独具一格的 Rap风格和朴实的外表 迅速穿身为快手 Rap一格 在网络上的活跃度 渐渐变低了很多 网络世界真真假假 虽然很多人会因为家庭原因 借用这个网络来赚钱 就像励志哥 东勇怪哥 在网络上扮小丑赚钱 为自己弟弟治病 但是就像柯代表前面说的一样 很多的事情 都应该有个底线 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 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而像成山嘟嘟姐 这种恶意半仇 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就在网络上传播这种 低俗怪异的风气 在直播中炫富满口脏话 传播不良的价值观 显然这些言论 很容易让一些粉丝 养成百经事理的错误价值观 这种伤风败俗的恶劣网红 我们不该成为他们 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虽然在关于网络风气的真感中 也对于他们做出了制裁 但是在他们大伙之际 却已经利用当前流量社会的传播 让这种不良的风气 引起很多人的追捧 效仿 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而这些 有谁可以去纠正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